我是求生者小浪 我曾在荒野中幸存 这次我回到斯卡姆荒野大陆 我要在这门大陆生存下去 一大早起 我们又发现屋顶上 跑上两只丧尸 肯定是阿三的小子 上次才没有关好门 看来只能解决一个是一个了 姑娘 咱俩一人一只 能行吗 是女人就不能说不行 干你完了 看我的浪尸棍法 嘿 哈 嘿 nice 我这边解决掉了 姑娘那边还在战斗 这些姑娘一把分叉 左轮下 右轮下 她打不过了 关键时刻还能让人出手 看我教她怎么做的方式 嘿 哈 搞定 我们没有找到阿三 但是 预警的一身装备 被我搜刮了过来 裤子 防弹衣 还有防爆头盔 nice 最重要的 还有把仙弹枪 姑娘 正式装备 怎么样 她竟然 瞧不起我 这个时候 阿三终于出来了 大哥哥 你这身是好 但是没有子弹 这不是狐夹虎威吗 谁让你插嘴了 我说阿三 刚才打丧尸的时候 你跑哪儿了 大哥哥 我还是个孩子 所以我就藏起来了 哎呀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来来来 你把我脱下的这身熊服穿上 以后你就是 真正的熊孩子 从警察局出来后 我们打断去找面馆老板 好好算算账 那个家伙 就是个坏蛋 大娘是被他害死的 我们还被他坑到了橘子里 不惹他算账 势不为人 况且 今天有这身装备在身 就算他在请 十个 一百个 一千个保安 我们也不用怕了 什么 我还小 这种场合不太适合我 我要回去找爸爸妈妈了 胆巧鬼阿三 就这样走了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太好了 他终于走了 我早就看到 脚下有野蘑菇 走一个 我们就能多吃一点了 吃完蘑菇后 我们继续赶路了 上次是开车 这回是跑步 事实证明 跑步确实有助于消化 我们跑到十都消化光了 才终于看到了面馆 饭店最近不营业了 你们走吧 哥们 我们可不是来吃饭的 老板在吗 我们有件案子 想找他了解一下 长官 我们老板出远门 做大生意去了 是吗 你要知道 你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 我们都做了笔录 所以 你要老实交代 好呀 你俩不就是 吃霸王餐那俩故载子吗 还敢找上门呢 不是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这里有监控 哼 说 老板去哪儿了 真的不在呀 最近丧尸太多了 老板让我看店 他自己走了 别的没多说 丧尸现在都散了 你可别骗我 不信 我把这店送你俩了 你们自己进去看吧 这 姑娘 跟着我 咱们进去 看看到底是什么个情况 嗯 真的没人 收音台里 也一分钱没有 看一字老板 确实不在了 在这后面看看 这么多好吃的 该不会被 动手脚了吧 这些 绝对不能碰 嗯 真香 姑娘 快吃快吃 味道 真的好极了 老板不在了 放着也是浪费 过期了 夜幕很快就降临了 我们找了一间客房 安顿了下来 电视里 正在放小浪的木筏求生 姑娘 看得津津有味 我的思想 却在高速运转 今天 本来打算找老板算账的 不料 却铺了个空 所有关于头上芯片的线索 都断了 还有 知道大陆危机的幕后黑手 到底是谁 破坏到他们计划 才能让一切都回归平静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生命不息 挑战不断 我是求生热小辣